大家好,我是張文彩,歡迎收看天氣報告 我們先看看衛星雲圖 環南沿安有雲大覆蓋著,今日香港主要是多雲 而受到東北季後風的影響,今日東風都幾大,感覺都涼花一點 下午各區的氣溫在26、27度,比昨天低1、2度 而天文台錄到今日的氣溫就是介乎24至26度 6時氣溫24.1度,相對濕度70% 接著到天氣先生出場的時間 天文台預測多雲,晚間有一兩陣微雨,最低氣溫大約23度 明天下午部分時間會有陽光,而最高氣溫大約27度 吹和緩至清淨東,至東北風 而未來幾天,東北季後風持續影響華南沿岸 預測雲量會逐漸減少,而周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,天氣乾燥 最低氣溫就是在23度 而預測明天空氣污染水平是中等至偏高 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是7,強度屬於高 最後看看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氣預測 澳門明朗,廣州和廈門是多雲 台北和上海有鮮魚 北京和首爾多雲,東京都是多雲 曼谷有雷捕 吉隆坡和新加坡有雷捕 雅加達多雲 胡志明士有魚 馬尼拉有鮮魚 墨爾本和星尼天程,布里斯班有雷捕 奧克蘭是天程 紐約天程,多倫多多雲 溫哥華天程,三藩市和洛杉磯都是天程 最後到歐洲,蘇黎世和法蘭克福都是多雲 阿姆斯特丹有鮮魚,倫敦多雲 而巴黎就是天程 這次天氣先看到這裏 拜拜